大家好 我是新王子 老师塔罗也很厉害啊 其实我学塔罗比星座早一年 很多人不知道 而且始祖耶 其实老师你是耶 很多事情的开始啦 不要讲说始祖 但是至少这些东西 你是真的有专精的去研究透彻 因为这两天呢 政商界有可能是一样流星塔罗 然后有人就说 这我真的很不懂耶 就是说 今天你如果假设你要长得算 那如果被人家拱去那就算了 如果你真的要找人家算 你为什么不找大师 我们台湾大师很不少啊 没有 国企业他从来就没有相信算命 他没有要算 他没有要算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国师嘛 对 而且他有关公 不是那个国师喔 他有他自己的老师 而且还有我觉得他的信仰 也让他其实是某些程度是坚定的啦 对 因为其实企业家 我自己有很多企业家的客户 企业家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他没有要你所有事情 他不是所有事情都要问你 就算他所有事情都要问你 就算他所有事情都要问你 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是你来帮他解决 他最后只是一个final的确认而已 就是最后一个小小的确认 可能需要你来帮忙 可能就是说 我想做这个事情 我心里有个想法了 已经有个定了 可是你知道所有企业家 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有想法 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成功嘛 他已经想了很久 聚集了一些事情 脑子都已经差不多了 只是什么时候行动 或者是要不要行动 他只是 问问看 说实话 对 他只是问问看 是是是 问问看 他就问你一下 所以我常常讲说 对我们而言喔 我们如果能够提供百分之一 对他来说就太多了 够了 对 所以其实他要的就是你 喔你也这么认为 OK 你只是帮我去 确认一个小螺丝钉 我认为OK了 可能就最后上明版 查一个东西 就是你来帮我确认 可以了 那不是说全算 像我有时候就很好奇啊 为什么那种 都已经到高 那么高level的人 还学历还那么高 还被那种骗子给骗了 我就不懂啊 那是真正在研究的人 所以某些程度我后来 因为妈妈她们 我觉得婆婆妈妈 真的有些时候她们看电视 当然多多小小还是看到 这些社会事件的时候 然后她们就说 其实他们很厉害说的 我说对啊 江湖素氏 就是沙特 可以走天天下 所以现在还有人 被金光党在骗说 怎么包 他是傻子啊 他家有很多钱啊 你只要包那个 什么钻块 他就会相信 然后他就带走之后 他会用现金跟你换金子 对错 你知道问题是什么 因为现在海王星在逆行 海王星逆行的时候呢 其实诈骗集团是现中机的 会不会看到 会不会看到 宅星必败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因为海王星逆行 其实对于那些想要骗人的人来说 其实并不太友善 那也变成说 我们常常被骗的人呢 就突然间脑子就 诶 有醒了 灵光一闪又醒来了 这样子 对 那这是一件好事 其实我不懂就是郭董那天 那一个人为什么拿出 明明讲蒜桃楼牌 为什么拿出一张补格牌 所以我后来刚刚在郭董修才跟老师在聊 就是说 或许有可能是 可能双方 没有这么想要做这件事 对 所以也有可能就是真的有人带去 因为 你知道吗 现在任何一个锅粉 或者任何一个什么粉 可能都是很好心的嘛 可是他的好心不一定是对的 就像说我当时住院的时候 有很多人很好心 可是他的好心对我来说没有帮助 可是我很赞 我谢谢他们 可是有些时候可能方法不对 或者是对人也不对 那找一个人拿铺克牌出来 铺克牌是 台湾牌是铺克牌的前身 没有错 可是拿拿的保健4 保健4不是一张好牌耶 我先说明一下 因为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新闻就是 有一个号称资深大师的台湾牌大师 我没听过啦 说实话我没听过 我真的没听过 请喜怒一下 他就是在讲说 三月份郭先生去找他 然后还确定要参加 那时候说要初选 所以他就是抱着一个 郭粉期待的心 然后真的 郭先生就安排跟他见面之后 听说在那半个小时之内呢 因为他是塔罗牌大师嘛 所以就拿出了扑克牌 然后请我们郭先生 郭台铭先生抽了一张牌 然后就抽中了一张 黑桃司 黑桃司 黑桃司这样子的 因为黑桃牌 黑桃这个牌在原始的塔罗牌 它代表的是保健的意思 那我以前学扑克牌算命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注意到塔罗牌 那我后来整个核在一起才发现 塔罗牌其实很多 跟扑克牌的牌也是一致的 应该基本上是一致过去的 所以保健四不是一张好牌 因为所有的保健 都是 你知道那个保健的形象吗 两面刃 所以它带来的代表 它带来的其实是伤害 那它其实代表的是革命 没有错 可是保健四革命 保健四的牌 其实如果以塔罗牌来看 它的原牌 它的原牌 其实原来的牌是 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石棺 你知道 在那个什么 怎么讲 就是在过去 就是西方 你看 如果有看达文西密码 或你有看天使与魔鬼 就是这一片 这一片你会知道说 在西方 只要人过世以后 他是非常有声望的人 他就会把它睡 以前孙前睡觉的那个样子 就死前那个样子呢 把它磕在石棺上面 那人躺在里面 就是一个石雕 跟它一模一样的样子 躺在那个里面 然后他把它磕在上面 用石头雕在上面 所以那就是个石棺 就代表人已死了 这代表盖棺论定的意思 盖棺论定 那如果盖棺论定的话 这张牌如果以盖棺论定来看 就比这个盖棺没有很好 因为 现代的威胁很大 因为他有三把剑是对着他自己的 那他虽然这个人本来就有一把剑 所以代表外面的对手非常强悍 嗯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成功的 不太容易成功的 要成功必须要稍安勿躁 那天大师他的解读是说 黑桃司就是一定赢 我错了我大错特错 没有没有他不可能会赢的 因为你要知道 因为他谈到现代威胁 假设我们讲剑好了 这个人只有一把剑 然后那个人三把剑 外面在外在 外在威胁有三把剑 嗯 这张牌如果要赢的话呢 只有一个方法 可是郭董都没有做到 什么 所以那个人解错了嘛 没有帮助郭董嘛 对 就是烧焉物躁 什么话都不要讲 让外面先打完 哦 他才会赢 一进制动 对 他就让外面三把剑自己打 打坏了他才有机会 所以保健师不是没有赢的机会 而保健师的关键 所以我已经是塔罗牌大师不是给你一个sign 他必须解释为什么 嗯嗯 真的必须要解释 我们就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什么原因 但是怎么做 不是 如果说真的讯息 他是往错的方向 或往反方向去解释 他怎么是大师呢 对 他跟我挑战我都没问题啊 老天爷啊 就一位塔罗牌大师 所以我前天听到我们主播在播整点新闻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很安静工作的时候 我就笑出来爆笑 我就想说现在到底是什么乱法 有人去找塔罗牌大师 然后有人说什么这是天意 所以你看就是现在海王星 好乱喔 所以现在海王星逆行把这些底都卸出来了 就知道到底人家到底是不是大师 破壳牌不是这样弄的 因为跟塔罗牌事实上不会这样用 而且要全套牌拿出来 干嘛拿破壳牌 你如果你是大师级的就是 就是专业塔罗牌啊 嗯嗯 对不对 所以所以没有道理拿破壳牌出来给别人算 你以为是家庭算命喔 家里头自己随便弄一弄就算了 人家是世界代工欸 你不是家庭代工 你搞清楚 好 好 我看法是这样子 其实呢 因为我们每到月底 其实都会讲下个月 对我们讲应事 对对对 但是因为最近呢 这件事情扯上塔罗牌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我一定要请教是金毛泽老师 对对 因为其实前 今年初的时候 刚好也有介绍 老师你有跟马克合作 是是是 对就是塔罗 我身旁也有是专精塔罗的朋友们 但是他们真的随身带的都是不同的牌 其实对 其实我们最常用的是韦特版 韦特版就是我跟马克真的合作的基本版本 因为韦特版是一个基础 就是塔罗牌从马赛版之后转变出来的就是韦特版 那韦特版之后再转变出其他版本 那所以 马赛版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跟有用的版本 初学者都蛮适用的 事实上初学者用的韦特版非常好用 而且每一个大师基本上都一定会有韦特版 因为韦特版在解释事情给来 来咨询意见的朋友们来看都非常有效果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专程有预约或干嘛 但是他可能随手就会有这一副牌的话 通常都会有 他可能会给你一些 比较精准明确的思维方向 而且厉害大师是不认他什么牌都能算 就是你找新牌来都可以算 不用养牌 因为养的是人嘛 我们讲讲过事情 我们养的是人养牌 最后郭伴马上出来澄清 对啊应该要澄清的 因为不需要被这样子人骗 郭仙仙从来不算命 因为我那时候脑海里面还有想到一定 不需要这样讲从来啦 因为一定也有啦 然后我在想说 关公跟妈祖在他们心里面说说 那我现在我现在是什么 对啊 对啊 你看他不是有一次要去签约去日本 我还记得那一年他去买Sharp 有没有 对 很多媒体中外媒体都跟着他的时候 他一下私人飞进了 他的胸前就披上了一个黄色的 这个是领巾谈什么 其实 后来有媒体去追 那个是官老爷 从他的故乡 那时候他把他赢到 对 赢到图前的 就是那个 就是他公园上面给他的一个家庭 其实那一年他买Sharp那一年 是他很衰的一年 他根本就不应该买Sharp那一年 他买Sharp那一年 他买Sharp就是输掉 就是浪费掉 因为他那年进到 老师你现在这样讲 前两年有买红海的人现在都会说 没有没有没有 是没事啊 因为只是那一年他买了 可是我觉得那一年对他来说 因为那一年买算是吃亏 也许后面会占到钱 可是那年的确吃亏了 因为他没有想到后面其他的问题 因为那年因为木星的问题嘛 所以会让你听譬如说 那年进到一个很诡决 多变的一个公位 那公位其实是一个牺牲跟浪费的公位 那那一年其实他那个是多的 他其实可以不用 那所以多浪费钱 那后面可能对自己来讲比较有甜头 应该是说 他忽略他其实可以把价钱再杀低一点 有 你知道我前面讲一下 这是当时的时事 他要签约的前一个礼拜 我想如果跟我一样是鸿海股民的 他在前一个礼拜突然间喊停 原因是他不知道那个负债币 对 就是这个事情 快急失去嘛 然后他就突然之间先喊暂停 可是人家shop也很妙啊 那你不要买啊 就把他逼急了 因为你知道企业家就有另外一个个性是 企业家很主观 而且很心急 所以把他逼急 不行那就我赶快买 不买我就没有机会了 对 好啦不过后来还好他牌的 那个湛江是OK的 哦隔天啊后面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还帮助很大啦 这个品牌 尽到他们来说 其实帮助非常大 虽然牺牲掉了 可是后面会这样回来啦 没差啦 好所以只是要再等一下 应该差不多了吧 他去年就应该稳定 前两年其实已经慢慢的 由富转成了 是是是 只是说可能没有大家想象胸 能够获利的那个速度再快一点 对对对对对 好这是消恩物照消恩物照 好啦我们真的花了大概十来分钟 找一下塔罗耶 来来来今天 请星星王神来到节目当中 月底我们都会讲一下十二星座的下月运势 对对对 现在狮子座说再见了 然后处女后来过生日 对对对好 我先解释一下 因为九月份的时候呢 木星跟太阳在冲突 嗯 那太阳系来看 以占星学来说 认为两大主体 很强大的主体 一个是 呃是太阳 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 木星 那因为木星的磁场非常强大 那而且木星能量 基本上 基本上 算是没有太阳那么大 可是能量算强的 那影响力很大 要是那种 因为有些它不太直的 怎么了现在怎样 对对对 这一块怎么是 就想长了 对其实也没什么事 然后后面也没有人跟着 对对就比较多 因为这样去大家都要多加注意 因为 因为这段时间行星是这样子的 最有做好嘛 嗯 所以九月份对他们来说 又会是一个冲突 可是最有做来说 在这个时候的冲突 往往告诉你 在工作上面 真正要好的经营的时候啦 会是这个意思啦 所以应该说 必须视为是 让自己过去的一个新挑战 对对 而且 而且这段时间 其实因为行星过度聚集 在 在处女座嘛 嗯 那 那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在环境当中 言语上面的挑剔 当然没咬咬的东西就很多 还有言语上面 就会有一点点 嗯 稍微尖锐一点 大家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嗯 好 这个 你可能自己本身是处女座 你应该更知道 嗯 然后如果说你是 或是跟处女座相处过的人 你就会知道这样子 对 对我们两个处女都要一直点头 是是是 好 加油 因为最近看到好多处女座的朋友 对 对 我们先从处女座开始讲好了 对 处女座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 我们讲这些行星过度聚集嘛 所以对处女座来说 这个月其实很多事情是 活力很旺盛 对 但活力旺盛就要注意几个事情 因为如果你身体本身状态不好 那你活力很旺盛之后呢 你可能会过度消耗体力 所以要记得适时休息 这很重要 这提醒你喔 这不是说今天 对对对 是是是我提醒一下 只有这个状况提醒一下 但是在工作上来看 还有感情上来看 都相当顺利 原因是因为 前段时间开始 我不能讲说比较顺 非常顺利 就是至少 因为他们行星过度聚集嘛 所以他的力量已经大过木星的力量了 虽然木星对于 木星在今年度对于处女座不算太差 只是跟他讲需要重新整理 那其实你前半年整理的差不多了 所以下半年之后 你开始要动用你手上的资源了 很多事情该怎么做 该用该表现出来就要表现出来 尤其在这个月 因为木星相对变弱 也就是那些 呃强要表现出来 怎么讲 有些人会强出头表现嘛 那这些强出头表现的人呢 他们实力不强啊 可是你累积很多实力 那在这个时候 刚好是你的生日月 那你在这个时候做出 你的工作上最好的表现 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那些抢风头的人 对对对 抢风头的人就 对想要出风头的人 就力量弱了嘛 那相对的你的力量增强嘛 嗯 所以你可以做出更好的表现 包含你的感情在内 你是真的有实力的人 对对对 那你确实会在 应该算步入秋天喔 是 会被看到 对会变更好嘛 恭喜 好处女座 来接着上来 所以工作感情都不说 对不起 工作感情都不说要加油 稍微稍微 加油加油 好啦那这是处女座的 那接上来看的是 嗯 这个天秤座 天秤座来看的话呢 就要多加注意 因为我们刚刚讲 因为行星聚集啊 其实这段时间对于 天秤座来说 今年年度运势啊 其实对他们来说 本来就是一个 呃变化万千的嘛 嗯 那现在变化万千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一些 让你很难想象的变化 那这个变化 我这边讲很难想象 就是有些状况开始发现说 好像大家 大家开始有点 要来找你麻烦的感觉 嗯 好那找麻烦 好 请听我讲 听不听 都会这样啊 不是我讲 你不要担心 因为找麻烦的意思 不是说今天真的找你麻烦 而是说今天 在这个月来看 你很多能力 可能会被他人用 好很多人需要你的能力 嗯 那所以你必须要保持 比较谦卑的状态 或者是说保持在一个 呃 如果你真的很愿意帮助人 因为 其实天秤座是一个 非常喜欢交朋友的 嗯 那如果都是朋友来找你 朋友需要你帮忙他 的时候 那你就提出你的 呃方法 或者是 或者提供你的力量出来 帮助人家 我觉得这个月OK 你不会觉得太太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窝囊 所以就是你看天秤怎么 你怎么想来 心态怎么平衡 你很接下来就月份 你会觉得外物好多 对对对 会帮别人的忙啊 什么的 对然后怎么大家 呃 这一位那一位 还有第三位第四位 大家一直涌上来 然后都说 可不可以帮我干嘛干嘛 是是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无望之三位 比较多嘛 比如你说像 像郭董就是天秤座的啊 对不对 那就是变成说 大家都是非战之罪吧 他也没做什么 就被人家扯进去了 或者说是一个好意 说实话 莫名其妙我们两个也在那边聊他 对不对 所以就是天秤座这段时间 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别人会扯到你 那你记住 其实我们刚一直谈到 烧烟物赵很重要 你不要急 不要慌 因为在这个时候 就算朋友找你帮忙 你要先评估 你有没有能力帮忙 你没有能力帮忙 不要忘记 因为今年对你来说是 路不转人转 的意思 那所以你必须 有些时候必须要自己转变 你说 诶对不起我 那我先了解一下状况 我再回复你 好 不要急着 第一时间马上给人家答案 好 这是一个 很多事情都有转环的空间 工作也是 感情也是 如果对方突然间闹得脾气 闹得别扭 你别慌 你先静下来思考一下 问他说 嗯 怎么回事啊 了解一下 不要忘记 你要先用理责的角度 来看待所有的问题 因为你碰到事情 可能是人家非理性 或者是 莫名其妙的状态的产生 你在没有了解所有情况之前 你就表达了 就有问题 包含你知道天秘座 我很喜欢social 跟别人说话 比如说假设 那个小路就跟我聊天 聊聊聊聊 突然间埋怨的谁 打个比方 那我就想说 诶 怎么回事 那原来是 可能 那个谁说了你的坏话 嗯 你不开心 那也许那个人 也许没有讲你坏话 可能他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别人说了什么 那他 他说 就是 对 就中间一定有什么其他的曲折 是我们不知道的 那天平常人听了之后呢 就不要去把这个话 再转给别人听 哦 因为是聊天嘛 喜欢乱讲话 靠一句挥会的话 就是 嫁钱会借 嫁贼 对 实际 对 那同样的 当别人要跟你借钱 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评估你自己的财 财务状况 你不要自己已经租金见肘 然后下一顿饭 也不知道在哪里 你说对不起我不好意思 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委屈啊 不好意思 那个谁谁谁 新王才刚刚往我借钱借走了 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了 就是这样 你可以 转句话讲 所以你不是说要去骗人 我说你转话 或者说你说对不起不好意思 我这个月哦 实在状况很多 没办法帮忙 类似这样子 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转还 你不要 不要急 所以我告诉你说三月 这九月份呢 看起来不是坏事 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呢 对你来说会觉得很 棘手 棘手 所以 天平耶 自从我们上次有在讲 看下半年的状况 自己本身就要注意之外 九月份呢 是是是 多加注意一下 好我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呢 继续行 先进王正老师来解析十个星座 九月份要到来了 到底是福是火 所以你要知道功过在哪里 不是不是你没有 不是你没做到 而是对方没有完成 所以这个时候开会 你都要提出来 不要不改 因为你不提出来 就是你的损伤 这要特别注意 好现在看不出来 下个月更糟 所以我要提醒你的原因在这边就是 这个月其实到年月底就很明显发现 你如果在上半个月 你自己做完的部分 你不要以为说对方没做完 你就可以不用做 万一对方突然做完 你没做完怎么办 所以什么事情你该做得到做到 没做到的事情呢 那对方没做到就要去跟对方讲 还让你老板知道对方没做到 或谁没做到 不然的话你很多事情都完成不了 就是这样子的 工作上是这样子的 那感情呢 感情关系上来看的话 那这段时间其实相对关系上很重要 是要多在意对方 那多去介意 在意对方的过程 也就是提醒你说 跟对方之间的互动要增加 然后呢 让两个人之间 更开心 更圆融 然后呢 都提醒对方的意见跟想法 都赞美对方就好了 你这段时间其实 那双鱼座不是不会做的 就好好做这个事就可以了 双鱼座是这个地方还算 但是你的期望要降低 因为你期望不一定会发生 对 满足对方的期望就好了 OK 所以烤肉不要 不要期望他会办的 多厉害这样子 大家开心就好了好不好 嗯 聚三嘛 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听老师分析 我的节目当中 阳光沉湿 我是少路剩8分钟 来 老师呢 最后要来解答了 刚刚讲完了我们的 双鱼座 来 白羊座 白羊座在这个月非常的忙碌 我觉得忙碌很好 那工作上面的忙碌 那需要你更加专心专注去完成 那忙碌有收获吗 有 倒是有收获 因为这个月的忙碌 其实是有章法的 那所以你的工作上面必须要有章法 必须要照着一个规则去做 那所以必须要很专注 那如果你本身耐心不够 那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社法督促自己该完成的事情 要按部就班的完成 然后呢 按部就班完成的话呢 对于后面的其他事情的开展 会有这边帮助 但千万记得回头检查 因为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小疏肉 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遗憾 比如前面有看人家写招牌 他们写一个 要按赞哦 就按写按摩的按 对对对 不是 不是 那个写 呃 呃 犯案的按 就是 就是打错纸 按摩 应该是按在按摩的按嘛 对不对 就它写成一个那个桌按的按 桌子那个按 就是 按键的按 按错了 这可惜了嘛 对不对 那就是要回头检查 这很重要 对对对 那感情上来看 十段时间感情上面 要多一加注意 就是 呃 因为工作很忙 可能有时候讲话不客气 那感情上面说话的时候 就会稍微有点点 嗯 嗯 今天算刻薄一点啊 或者是 你可能没有那个意思 可是你说的时候呢稍微 白羊座其实有些时候讲话 偶尔太直接了 对有时候埋怨的地方 啊你不是很会 啊 结果对方就听起来就不是味道了 类似这样子 就稍微注意一下 语气的方法 还有一个 最近误会发生几率偏高 所以很多事情千万记得 你不要搞复杂 要不然就解释清楚 要不然就不要 不要 不要藏 畏首畏尾 因为怕说以后 落下这个 阴的时候 对 因为畏首畏尾就可能造成问题 因为白羊座是不太会说谎的人啊 嗯 那你要他说谎就马上就被发现嘛 所以你与其说实 说谎 不如说实话 嗯 比较简单 好 好 另外呢金牛座啊 金牛座这一个月来看也是一个好准的迹象 因为 金牛座这个月 今年年度运势本来就不太好 很多事情就是有点那种 不知道自己分寸跟立场 嗯 所以说常常觉得自己得到都没得到 应该得到也没得到 这成绩上面就比较弱一点 嗯 那这一开始成绩会开始 变得比较明显 而且你所表现的东西也比较容易被看到 然后后续的发展性也开始增加 所以你开始增强很多信心了 所以这个月的工作上要多多的展现出自己会的东西 然后已经要成功的或者事情快要做完的 赶快加速完成就好了 感情上还看不错 因为这段时间开始外在的能量提供正桃花的能量 哦 那也就是代表说 你必须要让自己表现得更亮丽 更活泼 然后更开心 然后呢甚至于更积极的去进行情感的进展 你精油的单身的 嗯 赶快这一月九月份你赶快加油一下 你的花可能会开始动起来 是的 会帮助 但你不动我就没办法了 你 什么叫动了就是 你怎么出门吧 你怎么出门吧 对你至少怎么漂亮吧 你什么都不打扮 你出去到办公室环境当中 现在办公室你不是只有你 你在三里头一个办公室 不是啊 办公大楼那么多其他人啊 其他人可不可以看到你啊 在电梯 对不对 人家看你要跟他点个头啊 微笑一下啊是不是 你才有机会嘛 你没有像木头一样那么一辙嘛 或者永远走那一条路 对你不是电梯你的视频耶 对不对 要搞清楚 要积极的运动 加油 对运作这样子 好情感是不错的 对对对 然后双子呢来看的话呢 这个月就辛苦一些 因为双子对他们来说 工作上面的那种很多事情 开始会觉得情绪上被波动 还有又害怕自己内心准备不够 双子自己本身平时他的情绪起伏 就会多的 那这段时间情绪的波动 就会觉得自己常常不被人家注意 或者不被人家尊重的感受力 就特别强 那所以这段时间就比 可是这个时候也告诉你说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就是提醒你说 要去更小心的圆融的解决问题 嗯 而不是说情绪出来了 就任由情绪的摆布 不是 因为双子都是理性的 所以必须要理性去思考 这些情绪 从什么地方来 那还可以从什么地方方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自己觉得 像这个受气包 然后呢 就这样受伤了 好不是 所以其实有解决的方法 找他解决方法就好了 好 那感情上来看 这段时间其实是需要 内在当中对感情的确认的 所以这段时间有点挣扎 对感情关系当中 到底不知道这个对还是不对 摇摆 对 可是我觉得也许也因为这样的时间 你必须要更加的清楚 使自己慢慢的了解 就是说跟这个人在一起 内在的感觉是什么 内在感觉是什么 你必须要想清楚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双子座 对对对 然后过来巨蟹 巨蟹这个音乐来看的话呢 其实状况还不错 好像事情是有变化性的 不要急着用自己留言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很多方法 在工作上来看 尤其是多听听别人怎么做 多看看别人怎么做 去上网查一查 这段时间会有很好的一些学习 那多学一些方法 解决新的问题 你可以增强更多自己的能力 工作能力 那感情上呢 是这段时间可以多说一点话 让对方知道 尤其多说一些非常 有 有 怎么讲 两个人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的话 还有一个就出去走 走一走 因为这段时间其实九月份 天气很好 还不错 至少凉爽一点 可以出去走一动走一动 去玩耍一下 那这种相互走一动 你会交流 所带来的情感关系 会相当的稳定 会非常好 还不错 好的 加油巨蟹 那最后 狮子座 刚不完生日 对对对 狮子座这个月开始 很多事情是稳定的 所以千万不要太急躁 可能是先 先看到状况稳定下来 然后呢再去进行 而且很多事情是已经开始 对不对 好不容易在八月底 开始很多事情 对他来说变得有利了 那到了九月之后呢 开始把这些事情先稳定下来 持续做 不要说这个事情起了苗头 去做另外一个别的事情 不不不 既然起了苗头 就把这个事情稳定做好 做到一个成绩 做到一个状态之后呢 再去换手 再去做别的事情 这比较重要 所以千万记住 这个月完全是不能乱动的 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感情关系呢 对不起 这段时间感情关系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增强稳定的状态 那也就是代表说 要去进行一个幸福的活动 幸福的活动 你告诉你什么 去约会啊 去吃好吃的东西啊 然后呢 两个人更友善啊 或者让感情变得更友好啊 然后相互贴近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狮子这样停下来 不管在工作 或者在情感上面 他都就是 最近就是把 还不错的状况 持续的稳定住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不要不要 老师你听到说 他觉得这个已经开始 步上轨道好 那就是让这个team的人 开始去运作run 然后我可能开始 又去想要去 玩什么新东西 或干嘛的 对这样比较理想 就不要说只做一个头 开始 这个也可以做哦 好那我们去做别的 不是这样子就不可以 好这是一剩十二星座呢 九月份要到来了 是 你的刚刚有听到自己的星座吗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事后 你可以上我们飞碟联播网 南台湾之声的官网 点播老师的直播 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今天再次 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不客气 祝福大家 因为他待会要忙小编的塔罗派 好啦今天再次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就下次再请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时间交给主播 待会我们第三小时见